李宗盛雄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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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謝大家還能夠堅守到這會兒 來聽我講講這個營運水中心的那件事吧 我叫李宗盛雄 來自於營運水中心的這個 這個架構規劃 這個設計團隊 我們團隊主要做營運水中心這塊一些技術的創新 做一些標準化 做一些產業生態的工作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兩塊內容 一塊是我們在過去這麼多年 在零龍塊這塊的一些經驗的分享 然後我們也是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下一個ITBlog這個技術的 我們有些計劃的路線 這個圖可能大家前面在外面的展台 就可以大概了解 訊息在目前的訊息中心的情況 我們現在應該是亞太來講 最大的一個水中心的這樣一個建設運營方 大概有這個我們全球五十多個點 然後有二十多個地方 二十多個城市都有這個水中心 然後也總的福氣數量 達到近百萬百萬 百萬台福氣這樣的一個規模 然後達到了幾個TB 地下這樣的一個網絡 包括100TB這樣的一個口流量 它總的水中心這方面 在國內基本上還是回到這個東南系的這樣一個布局 比如說在這個北邊 我們在這個天津 有了一個十萬台更大規模的未來水中心 在建設一個北方的一個中心 東邊在上海在華東 我們也有一個將近三分之一這樣的機器在華東 然後在華南我們在廣州深圳 就是一個很大的這樣的一個水中心這樣的一個地區 在新唐可以從新到貴州 基本上來講也是東南系北的布局 像不相比美國可能也類似吧 也是東南系北這樣的一個類似這樣的一個布局 這是我們國內這樣的一個情況 海外來講可能在外面來講 全球可能也有很多這樣的一個點 所以這裏面的發展 這塊以我們簡單的 把我們過去水中心這塊的十年 做一個簡單的一個關鍵資料 一個總結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從07年之前 我們也是租立 咱們這個傳統有這樣的一些提防 那07年之後 我們開始了這個 我們第一代水中心這樣的一些置建 我們那個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做的最大的創新 就是採用了這240幅的高度 去掉了傳統的UPS 採用了240幅的高度 也是用來供電 這也是我們跟在座的很多夥伴 一起來提的這個240幅的高度 這樣服務器的很適合的需求 然後從11年開始 我們進入了這個 微波快的一個時代 這是我們騰訊的第三代水中心這樣的技術 那麼現在也是騰訊 大量大量佔用這樣的一個水中心的技術 我們在13年4年我們把這麼多的水中心這樣的一個建設經驗 提出來一個Nomandi這樣的一個最佳實驗的模型 這個架構也是知道我們過去這麼多的水中心 這個後面的方法樂或者它的一些架構 這些地理 然後15、16年之後我們開始間接蒸發了 這個下一代的智能技術這樣的一個創新 我們把原來的冷凍水清去掉 採用的這個間接蒸發這樣的一個技術 來實現這個水中心 不管是更高的一個效率 還是說更簡單的一些運維這樣子 到了17年我們開始這個TBLOCK 第四代水中心這樣的一個 不管是實驗 然後小配量 大運動這樣的一個節奏 到了18年我們現在開始 大家知道我們在全國河地 我們可以買好多大運區 做下一代大超級運區這樣的一個規劃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TBASE這樣的一個水中心的模型 總體來講大家看前面的幾個觀念 基本上大家還是往這個水中心做模範畫 然後做標準化 是做產品化這樣的一個路線 這樣的一個規劃 分享幾個簡單的數 就是說我們通過了這些年的這個 架構的這些定義 就是創新或者說應用 或者包括產業生態這樣的一個培養 我們現在有這個 或者說在中國吧 我們在VIMO塊這塊來講 我們每年 我們現在總共有應該交付了10萬個以上 這樣的VIMO塊 這個4千瓦 折合4千瓦量的一個部署建設量 高級的這塊來講 將近20萬個經兌的一個 在中國這樣一個應用量 這樣子 包括這邊是公信部這塊的數據 我們用個VIMO塊的這個增長 或者說這個部署樣 從14年500臺 到了18年 將近9500臺這樣的一個應用的規模 從這個增長的曲線來看 現在這個已經用非常非常好的 一個非常大量的應用 每年將近4、5千套價的應用規模 所以這個來講 也是這個OCP開品 或者說產業生態這塊 一個很好的一個應用案例 經過了我們的標準化設計 然後通過標準化這樣的一個標準 然後通過產生態伙伴們 大家一起的合作 一起努力 然後有今天這樣子 不僅是在VT大量的使用 可能在好多傳統行業 在好多中小客戶這塊 都有跟我們一樣這樣的一個案例 這是我們四代水中心這個技術的簡單的一些介紹 第一代來講 我們還是跟大家一樣 採用傳統的UPS 採用軟機 採用駕駛地板 採用一個架構 這個是在我們07年那時候的水中心 也是採用這個技術 然後第二代 我們剛才說在2011年開始 我們採用了這個水測浪 風測浪 然後採用了剛才說的高子流 採用了這個甚至四電子工 對 然後我們在天津 做了這樣一個超大微波 這樣一個水中心的製建 這是第二代水中心 基本上PV能夠降到1.6左右 1.6左右 一三代 一三代我們採用了這個 TMLC採用的技術 我們第一次這樣 用微波壞的一個產品 然後再加上 剛才說的 我們在我們機 在外電 在建築這塊 可能像一些創新 做提煉諾巴尼這樣的模型 然後把整個數中心的PV 基本上降到1.3到1.4 這樣的一個水平 道地時代 道地時代 道地時代來講的話 就是我們 我們現在已經做了 就是說我們 我們採用了TBLOCK這樣的一個產品 包括我們TBASE這樣的一個 烘烤論這樣的一個區冷模型 這樣的話 是實現了一個快速標準化 到用過這樣的一個建設 能夠把PV進度降到1.1到1.2 這樣更低的水平 這是基本上 實在水中這樣的一個架構 這樣的一個眼鏡 特別簡單的一個 第三代水中心的一個介紹 就是微波壞 微波壞 大家都已經要了解了 就是說現在已經在用了 我們採用了這個 其實來講 其實還是一個非常成熟 非常標準的這樣的一個技術 做了一個應用式創新 我們採用了行業空調 採用了膏子 採用了這個模特化的這樣的一個 最佳實驗的模型 加上我們的自動化 自動化這樣的一個軟件 原來非常重的這樣的一個水中心 變成了這樣的一個小分布式這樣的一個產品 主要特點來講 就像這裡面說的 通過一個非常好的一半個化這樣的一個 模特化這樣的一個產品 然後讓我們的這個救生師 讓我們建築 包括這個跟我們的機房的產品做一個結合 然後按需來做相應的一些配置 然後就是說快速快速去複製去建設這樣子 這個基本上來講 它調到這個標準化 商品化是在這個機房層面 在這個我們的房間裡頭 把原來的UPS啦 把空調啦 把機櫃啦 把這些機房裡頭的部分 做一個標準化的商品化 但是它的這個冷機 它的這個裁發 它的這個高壓這塊來講 還是有點點重 還是這個我們聽不懂 要解決這些這樣的一些 技術效果去解決這樣的問題 這個是我們會當標準的一個 微風化的產品 大家看到這樣的一個結構 就是說 比如說把機房裡頭的這個UPS 把這個空調 把這個IT機櫃打包 變成這樣分布式這樣的一個 微風化的一個產品 然後讓我們這樣的一個計房的產品 跟我們的建築來做相應一些結合 這裏面來講 經過了這個模型的這樣的一個提列 我們這裏我們基本上定義了兩個版本 一個是12位置的 22版本 還有18位置的 一個28版本 對應的可能是這個 應該是這個 6到8千瓦 跟10到12千瓦 這兩個中等功率和高功率這樣的 就是這樣一個不容的一些配置這樣 然後 這裏面來講其實是可以根據這個 不容的需求 比如說OON 不容的加音 不容的UPS 不容的Guard 可以做相應一些選配 那這裏面來講 就剛才說了 我們可能在騰訊的這個選擇內容 我們一路是這個Guard 這樣的一個架構 實現了一個 從新展到中展 都很高這樣的一個效率 我們也採用了盡端冷卻的 一個行李空調 來實現一個高效的一些功能 因為它只是給這個 不管是熱中道 還是熱中道來做相應的一些上路 它的效率還是蠻高的 第三個來講 就是說它是 比較配於中國的這樣的一個建築 我們可能是在多層這樣的建築 通過一個標準化這樣的一個部件 通過電梯 通過這種這種 在現場快速去拼裝去實現 然後的話 加上我們自動化的工平台 來實現一個自動化的 標準化這樣的一個 快速去運為這樣子 做了這樣的一個分布式 這樣的一個小的 這樣的一個水豐心產品 在這個救濟師層層面 水豐心油區層面來講 我們還是像剛才說的 做了一個最佳實驗動化的 模型 打比方我一個園區 在中國來講 一條線是一萬的容量 對吧 我們比如說一萬的容量 或者兩萬的容量 做一個樓 那麼如果說有多個樓 我們就申請多根 多根這個一萬這樣的一個外線 然後每個基樓 可以選擇這個大概 因為一萬的店 對於我們現在的服務器來講 三四百瓦的服務器來講 基本上來講 將近兩萬這樣 兩萬到兩萬樓 這樣的一個服務器 然後路不說多個樓 那就是拉多根這樣的一個實現幅 然後兩層這樣的一個建築 實現快速去建設 這邊有一個不管是容量 還是說它的距離 包括它這些模型 在後面 基於這個降量模型 看怎麼去建設的水中信號 打比方我們現在有一個 一個簡單的一個倉庫 一個樓 那麼一開始的時候我們卡 可能把水果 把這些最基礎的部分建好 然後根據這個複雜的情況 我們可以匹配相應的 這個裁判 相應的這些微模塊 或相應的一些電壓器等等 足夠圖劇圖 足夠去建設這樣子 然後有更多的去求 更多的去模糊化 去複製去增加 這是微模塊這樣的一個 這個 這個路馬里這樣的一個模型 經過這樣的一個 這個標準化產品化 或者最佳實驗這樣的一個模型 我們有這樣的一個 我們過了去這樣的一個PV 這樣的一個曲線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曲線來講的話 還是有一些這個波動的 不管是在這個夏天跟冬天 還是有些風格 然後從左到右來講 它有一個不當PV 不當優化的一個過程 所以說來講 這裡邊其實它的這個 最核心就是說 我們選了比較小的一個 一個力度的冷機 然後根據它的這個 不同的季節 或者不同的複雜 來開啟相應的一些數量 讓它工作在最佳的效率點 來實現更好的一個精準的控制 然後實現更高冷卻的高水溫 來實現更高的一個正常冷水平 然後實現一個還不錯的一個PV OK 我們該說的前面來講 就是我們做了第三代的這個 視訊中心 它解決了這個 我們房間裡的這個 標準化產品化的問題 到了目前來講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在做下一代的 這種大的園區 這樣的布局這個建設 那我們有更多的 更高的一些挑戰和需求 比如說 它現在給了這個 未來的力量 達到三十萬海 或者說更高的級別 包括交付的時間來講 我們希望能夠在一年內 把這個樓 包括機電也交出來 包括更好的提休 更高的效率 包括中化運營等等等等 比如說我們現在未來來講 一個園區 我們可能飛到這個 三十萬海這樣 然後包括來講 就是說我土建加低電 我希望能夠在一年內 就能夠快去投賞 包括有更好的提休 更低的造價 包括能夠有更高的效率 更高的效率 包括更低的POE等等等等 那麼穿通的這種方式來講 還是比較重的這個冷機 比較重的這種土建 而重的這個 還是沒法持續的 所以我們必須 要有一個新的一些突破創新 就這裡達到我們 第四代書中心這樣的一個模型 就是我們的這個TBase 這樣的一個模型 我們哪個園區 也是類似於像剛才說的 去做普通的模塊的這種 複製 或者說先做好規劃 然後不讓你去copy 這樣的一個方式 我們定義了 從box 特別的這個 這樣的一個微模塊 到了這個 我們機房這樣的一個block 這樣的一個little hall 到了一個建築的一個building 不同的building Hobby成一個這樣的一個pandless 這樣的一個模型 來實現這個 最終性的一個標準化 大進步的一個快速建設 打比方為一個D 能做一些簡單的平整 平整 然後搭個簡單的一個倉庫寬架 然後裡面去堆這個 我們的一個不管是IT文化 還是電力文化 然後 大進步的方式來實現 快速建設 這裏面是有很多的 後面的這些理論封號論 比如說我們一個box 大概定義15到18個位置 然後一個模塊來講 大概定義到 16到18個這樣的一個IT文化 然後一個建築來講 會定義8個這樣的一個little hall 然後一個園區 有6到8個這樣的一個樓 還不讓你複製堆疊的過程 除了這個導演區 還有未來的app 未來的邊緣的小的這種場景 那麼這種來講 水中性可能會變得越來越大 也會變得越來越小 對於這種edge 或者是對於小的室友雲 或者說這種補給和IOD這樣的一個場景 我們也做了一個mini TV這樣的一個場景 基本上來講 4到8路位置 然後採用這個all-in-wall 這樣的設計 集察體用 快速投廠 45天 快速交付 然後通話運煤 它的另外一個場景來講 可能就是 它們在挖錢 又在破爐 就是今天給上港生來講 它墊很缺 我們只能夠快速去挖錢 去產出更多機櫃 這樣子 技術這塊來講 我們採用的 就是說 會採用的經濟動化的 這樣的技術 把原來冷機去要 採用更高效率的 這樣的一個經濟動化 解決這個 解決這個 中國空氣污染的問題 然後跟家業的這種方式 是壞了一個沒關係 中東化運煤 然後更高的商量水平 然後變成很多人投資 包括電子化來價 我們採用 一路視線都高了 現在5% 5% 未來甚至提升到 這個 吃電主要後面 這樣子 通過這種方式 通過這些架構 可以實現 可以到1.24更低 這樣子 OK 這個就是我們 IP-Block 比如我們IT的模塊 比如說電力模塊 比如說空調的模塊 然後 這個 有幾個模塊 搭建一個最小的 Uni-Block 然後有幾個 Burning-Block 搭建一個電力號 然後繼續 有這樣的一個 電力號 靠邊靠邊 然後結合我們的外電 結合我們的 這樣的一個 building 來定義這樣的一個 建立 建在一個 樹中線這樣的建築 甚至說 我們的 這個 建立 第一個 campus 然後比方 我有一張倉庫 對吧 這樣的一個 那麼在這個倉庫裡 我就透過這種 標準到的產品 往裡頭去搭 去搭 去搭配 很快就評論到一個 大平成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建築 這樣的一個 倉庫的樹中心 如果在城市裡 如果是香港 或者說新加坡 很多很貴的地方 都可以多此個方式 来去high-rise 做一些架工 来实现满足容积率 满足产出设计 或者说有个地方 有更多的要求 我们也可以根据大屏层 或者说有多种反搭的方式 来实现不同的产出 用一种配置 满足相对指标的要求 OK 这个图来讲 创作方式来讲是创作方式 可能大家从哪地 然后去设计 然后去建楼 开始做基电的设计 然后基电招标建设 运营测试 这是一个创作过程 可能需要两年时间 那么我们现在来讲 把它改成了这样的 一个tblock方式 就是说这边在建楼 那边在生产 工厂生产的一个滴电 楼建好了 那我们基电也是 同步也会在生产出来 然后在现场快速拼装 快速去实现一个 最终性的一个快速建设 这样的机会 能够把原来两三年 这样的时间 而所长到八个月 甚至到一年 一年甚至到八个月 这样的一个更短的时间 就把创作方式 改成并性的方式 来快速建设 这样子 除了硬件方面来讲 我们也去看控制 我们看到了 服务器层面 已经复合波动 看机器层面 复合波动 50% 到了微波换层面 20% 到了 data hold 层面 可能8%到10% 在水中心层面 符合波动 可能会更小 所以说我们去抓 这些数据 有了这些数据之后 我做下面的数据 一些分析 做数据的挖掘 做数据的控制 来实现更精准的 一些网里 比如我们去分析 什么水中心等号 大概是 大概是 还是提供了多少 凝度多少 怎么去优化调试 或者是不断的 精准的 分析 控制 这就是我们看到 这个项目实现了 一点恶价的突厌 只有 很好一个架构 加上很好一个控制 才能实现一个很精准 很好这样的效果 OK 那我们先讲到 控制部分 或者说 激烈部分 那么我们在运营方面来讲 我们有这种 不管是运营的管理 还是旧生事管理 还有 资源的管理 或者服务管理 这样的一些 这种 后面的程度化平台 来实现更高效率的 这样的建设运营 这是我们技术实施的 ID 包括我们运营的 包围 包括这个 资源管理 比如说我们还有多少 柜子 多少优位 多少空间 甚至说我们可以 对外提供一个 提供一个服务的平台 来给腾讯的客户 来提供这个 访问 来提供资助 各样的文副服务 这都是我们 我们向信用平台 在做一些事情 这块来讲 后面小银 可能会做更深度的 进入一些介绍 这样子 OK 那今天可能 因为实际武器 基本上还是快速的 把我们在水中心 这块的一些理念 包括我们的一些想法 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 一些介绍 总体来讲 我们还是按照 我们的一个 最佳实验模型 然后通过 标准化产品化 某个化的思路 去建设 我们的水中心 这样子 那么我们也是很乐意 在这里去分享 包括我们中文 不管是在WinMobile 或者一些收益 其实这些 一些这种理念 或者说这样的一些成果 我们跟大家分享 同时我们也会愿意 跟我们的伙伴 大家一起 在我们下一代的 整个行业 能够有共同的一些 这种收益 这样子 那么我们也非常希望 能够和WHP 能够和大家一起 来把这个事情 来一起来往前去推进 这样子 OK 这就是我 今天跟大家做的 简单的一些分享 这边有两个微信 通通号 前面是同学中心相关的 这些 这些技术的一些分享 创新 然后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通过这个微信 来找到我 OK 好 谢谢大家